又往生要及,上卷舍,一切诸法,本来极尽,非有非无。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要记住,一切诸法,本来极尽,非有非无。 这就是诸法设相,一切诸法的真相,一切诸法的本来面目。 如果我们有事情放不下了,把这一句话的时候多念几遍。 特别侧重在非有非无,也就是,一切诸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 那你什么也得不到,包括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全是假的。 实际,万法,无一,不是非有非无。 那,为什么说非有? 我们会想起,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 他在这个世间的时间有多长?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换句话,一秒钟, 他已经生灭,两千,两百四十兆次。 哪一次,哪一次是你? 这真相,这非有啊,也非无。 他能现象? 现象的时间太转了,太短了。 我们简直,丝毫没有感觉。 这个,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就在眼前。 一切法,都是在这个频率里面,产生的。 前年,灭了,后年就死了。 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 那,这就是四十正相。 所以,你认为他有,完全迷了,完全错了。 所以,明白的人,他心是寂静的。 他不值得有,也不值得无。 有无两边都放下了。 那,这就叫本来寂静。 诸根呢,眼耳鼻舌身衣,六根。 今词六根,同归寂静。 我们前面呢,就修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六根,六根同归寂静是谁? 法神菩萨。 中国禅宗,所说的, 明心见信, 就是这个见解。 那,见信的,他的心,是寂静的。 那,急是寂灭。 静是亲近。 念老, 举华眼睛。 来为我们说明。 如华眼睛语, 观极尽法, 立足之岸。 吃, 是奇心动面。 岸, 是分别之处。 真正能见到 一切法是寂静。 自然, 就不执着了, 不分别了, 不会起心动念。 全是假的, 全等于零, 全不可得。 一切法, 毕竟空, 不可得, 无所有。 这真正的, 一定都不假。 这更有近的, 再近一步说, 世尊, 释迦, 莫尼。 莫尼这两个字, 就是寂静。 寂寞, 与寂静的意思。 那, 我们知道,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可道, 非常道。 那, 中国古人知道。 大乘佛法, 一如是。 佛有没有名号? 没有。 菩萨有没有名号? 也没有。 佛的名号从哪里来的? 自信的信德。 从这去去的。 所有名号是信德。 自信本有。 菩萨的名号是修德。 那, 信修是一不少。 名号公德不可思认。 都是为此时此处。 一切众生的需要。 啊, 佛就用这个做名号。 名号就是佛菩萨教学的宗旨。 教学的根本依据。 啊, 这个地球上的人。 没有慈悲心。 所以, 用释迦。 释迦就是仁慈的意思。 啊, 通常翻译, 能忍。 他能仁慈。 仁慈待忍。 啊, 摩尼呢? 摩尼是极灭。 是对自己的。 啊, 对自己要极美。 啊, 极尽。 对人呢, 要大慈大悲。 啊, 佛的名号啊, 就这个意思。 念佛。 不能不知道意思。 不能不知道意思。 不知道意思, 白念了。 念念, 回光返照。 我们要说, 我们要像, 世尊一样, 以无尽的, 慈悲, 对待一切众生。 这是修佛。 所以, 佛修学的宗旨在名号上。 那, 摩尼是极尽。 秦金寄灭。 人王经贺俗上权。 那, 诸解里头解释, 摩尼。 二, 摩尼, 明也, 此人极末。 三叶, 咎极, 咎极末也, 神口语。 神极末, 既然不懂啊。 口极末, 没有言语。 意极末, 没有念头。 那么, 这叫神口语三叶。 离去, 波罗密经解释书, 摩尼者极尽意, 神口语极尽, 故称摩尼。 神口语极尽, 正是金金中诸根极尽, 而极尽, 正是涅槃之, 离体。 那, 怎样才证得? 大半裂盘。 身口语度寂静的, 就是大半裂盘。 那我们有没有证到了? 没有。 那, 为什么? 我们的身口语极尽是战时的, 更为短。 而战时的时间很短, 几分钟, 几秒钟。 能有几个小时, 这功夫算不错了, 这妄念又起来了。 其妄念, 心就不清净了。 心就不清净了。 那, 心是一生的主宰。 心不清净, 与身都不清净。 被烦恋恋恶恶恶恶恶, 犹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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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